自力从事协助弱势家庭青年求学及就业的高雄市社福慈善总会 为鼓励这些弱势青年拥有技能来面对职场 特别成立青年陪力咖啡馆 请老师教制作咖啡的技能外也能提供就业 在社会各界协助下第二家咖啡馆在小岗医院正式成立 最好是给他们有钓竿 叫他们去钓鱼怎么去钓鱼 然后可以学到一些技能 让他们如果以后毕业以后能够有一些那个技能可以抹身 那这样他们的家庭就能够翻转 以上就是我们那个239咖啡店的这个成立的宗旨 赔力计划不仅能教我们赔力考照教育就业等的机会 那同时我们也会上很多的理论课程 培养我们对于咖啡的基础认知 那我们也会在像这种实体店面去进行一个上班的就业活动 多一个技能未来就多一条出路 议长康玉全对于各界爱心来协助若氏青年 表达感谢与肯定 而第二家青年培力咖啡馆主要是新元林志宏的协助下 顺利的与越方合作提供空间来成立 希望提供落实青年更多的学习与就业场所 有这个机会能够把爱能够把大家的善心共同结合在一起 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在一个我们喜欢的地方 让高雄市所有的爱都能够聚集在这里 这是最不简单的 所以要谢谢现场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共同促成了这件事情 感谢小港医院他们跟社福食尚总会这样的跨域合作 其实医院的功能医疗就是在救人 那社福体系的功能就是在帮助人 所以这些都是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跨域结合是一个全新 医疗与社福体系合作的模范 所以这样的模范这样的典范都值得推广到全台湾 让爱散播到每个角落帮助台湾的人民 帮助市民也帮助全世界来到台湾需要医疗的朋友们 非力咖啡它其实是协助青少年朋友 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一个转运站 那医院其实也是病人在健康恢复的一个转运站 这两种结合我们让整个医院 不再只有一个冷冰冰的医疗 更还有一些爱的成分 成立青年培力咖啡馆 希望在各界爱心的协助下能逐渐增加 让若是青年学习技能 进而能顺利就业 来翻转整个家庭及自己的人生 记者 周恩成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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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